千呼万唤 十多年的等待 巨人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然后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绝命读世的大结局 你依然是我心目中完美结局的No.1 相信很多巨人粉已经看了大结局了 你们是什么心情啊 我更多的不是生气和困惑 其实我心情是很复杂的 这里倒是让我觉得剑山创是很诚实的一个人 他之前就说过这个结局会伤害到很多喜欢巨人的读者 他做到了 139号大结局给我最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篇幅严重不够 每一个画面都应该拖长好几倍去详细展开 才能把这里所有的收尾去好好整理吧 巨人的结局收尾很紧足 仅仅40多页 以下都涉及剧透 阿尔敏进入到回忆中和艾伦都变成了小时候 艾伦解释了当初为何羞辱阿尔敏和三立 只因想让他们变成反艾伦派和自己对抗 因为艾伦甘愿自己做恶魔 艾伦想好了让自己成为背负埃尔迪亚人原罪的恶魔 发动地名 然后把阿尔敏他们营造成拯救世界的英雄 让埃尔迪亚人和人类达成和解 此时的人类被地名缅压的只剩下之前的两成 也就是说不管人类要不要和解 都没有办法向帕拉底岛发动进攻了 之后来到了解释十足游米尔的故事 游米尔虽然获得了巨人力量 但是他深深的爱着福利此亡 所以游米尔2000年以来都被爱束缚着 然后2000年一直以来 游米尔一直等的人是三立 剑山串似乎也打破了第四面墙 知道读者会问为什么是三立的反应 然后用艾伦的话说出 你果然没在听啊 但这都大决局了 剑山串还在挖坑 来一句这只有游米尔知道了 目前我能想到的游米尔等三立的解读 是和三立在138话的长梦有关 利用三立的梦境去算出三立之后 能做出来的决定 从而落定未来结局 接着艾伦还解释了那天吃妈剧 为何跳过了贝尔托特 因为贝尔托特还不能死 于是吃妈剧走向了艾伦的母亲 好了严肃点 师母情节虽然比师父情节和恋母情节要冷门些 但在古希腊和一些文学作品中 其实也是一个特定的选题和心理研究 但剑山窗用在这里就完全铺垫不够啊 巨人的漫画讲的也不是关于艾伦和他母亲的一切 突然玩这么一出就显得十万个没有必要 我说真的我当然知道如果艾伦不这么安排 艾伦就不会成为以后的艾伦 但是如果把吃妈剧吃妈做成一种宿命感 而不是儿子的安排 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接下来艾伦开始表白三立 他其实内心一直爱着三立 之后艾伦封住了阿尔敏的这段回忆 等到艾伦死后回忆才能被解封 三立砍伤艾伦的头后 巨人之力消失了 于是大家大团圆拥抱在了一起 这里我觉得拳话最触动的地方就是兵长那了 兵长最后那句话依然是从角色内心角度出发说出来的 兵长说这次好像真的结束了 你们陷出了心脏 从不流泪的兵长也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就是人类和艾伦尼亚人的和解 阿尔敏自封为救世英雄 让人类不再仇视艾伦尼亚人 三年后艾伦尼亚人强化军事 可以在没有巨人之力的情况下 和其他国家谈判和对话 有趣的是 阿尔敏让科尼他们去做了马来和平大事 去和日益强大的爱尔迪亚国交流谈判 一只鸟飞过 阿尔敏接下了一根羽毛 三立这边则一直待在帕拉底岛 陪在艾伦的墓碑前 围着艾伦当初为他戴上的围巾 这时候一只自由的鸟飞来 去叼三立的围巾 懂得都懂你是自由的 现在网上对巨人的结局解读和解构 都很高深莫测 坦白讲因为结局才刚出来不久 对于我才看了几遍来说 我还没有去细想 我就是想问 结局艾伦的人格和态度是什么 对战争的态度是什么 结局说清楚了吗 漫画用二分法的人设去创作 让艾伦变得人格分裂 绝命都市里的老白的结局 从某种意义也是二分法 但我们对他的同情和共情不在于他制度和处事的态度上 而在于他的人生经历上 但巨人里却把艾伦蔑视的态度和行动 还有人生经历都捆绑打包胃给观众 这就让人看得很匪夷所思 我们都知道建山创是出了名的细节伏笔高手 还有在创作上喜欢玩前后铺垫和对应 但前面越是这样赞美 就越能看出巨人结局 我不太理解 巨人漫画据我的了解 没有人催着巨人去这么快结局吧 相反巨人的热度和受欢迎程度这么高 建山创可以慢慢的去好好收尾 有人说结局很多坑没有填 才让结局变得如此普通 我个人觉得一个作品结局收尾 不一定要把全部的坑都填完才算完整 所谓的坑其实有时候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一种留白 让观众自己去寻找答案 但有一些它不是坑 是推动剧情的伏笔和悬疑点 这些是要回收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怪蛋虫 如果怪蛋虫没有137话那些篇幅去介绍 没有138话出现释放脊髓气体各种动作 那么此前它轻描淡写的出现 我是可以理解为坑 但目前出现这么多 结局只字不提 我认为这是不完整的 你哪怕出一个画面 用几句话去交代一下也行啊 但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然后最让我想不到的是 所有角色强扭的凑在一起 之前所有活下来的人 此前所做的一切 都在几页纸之间一笔勾销 当然我不想去全盘否定整个巨人系列 之前带给我的感动热血思考等等等等 在这我就不多展开了啊 我现在就觉得动画不是还没结束吗 不知道动画的结局 动画组能拥有多少改编权 不知道动画组那边会不会结合 现在结局的读者的反馈去做调整 然后去做属于动画的巨人的结局 我还挺好奇的 行吧 可能我期待太高了吧 那不管你对巨人的结局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都会尊重你的看法 所以也请理性讨论 拜托了 那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还请多多支持 我是大聪 那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嗨 竞技的巨人大结局 我已经拿到手了 我现在马上就要看了 好紧张啊 不知道竞技的巨人的大结局 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 好了 不废话了 我现在已迫不及待马上要看了 所以我无垢巨人的变回了原型 我觉得冰长好孤独 就是能了解冰长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好孤独 虽然他还活着 但活着也是好事 跟人类这一边 因为巨人之力消失了 所以就留了一个半开放性结局 那我之前说了 就是即使巨人之力没有了 难道人类对阿尔迪亚人 就因事前嫌吗 但也没办法 你结局压到才那么一点东西 全部全部都东西都在收尾 所以那只鸟是艾伦 这只鸟从头到尾 在漫画里面 在动画里面 都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存在 一直飞在空中 这个象征蛮好的 就是它最后面 以鸟去着那个红围巾结束 哎 行吧 这就是结局了嘛 好吧 好吧 好吧